欢迎收看小高 奥运冠冠权红蝉在小雪时节晒出自己的冬装 而正在北京进行训练的他 又将在北京时间11月23日和队友一起奔赴武汉参加活动 结束休假之后 权红蝉回到北京 跟着陈若林教练一起边减肥边恢复 陈若林表示 权红蝉如果恢复的话 可能得一两个月时间吧 再回巅峰状态的话 可能需要蛮久时间 可能得半年以上 东迅这段时间要抓好 不过作为奥运冠军 权红蝉还有其他各种活动要参加 最近他就与河冰娇等奥运健儿 一起前往华中师范大学 与在校师生一起交流互动 做游戏打羽毛球 而返回北京之后 已经到了小雪节气 真的入冬了 权红蝉也更新设媒 晒出冬装 戴上厚厚的帽子 把自己舞得非常严实 摄影师也很会拍照 把权红蝉拍出了腿长一米八的感觉 网友纷纷表示 又被他可爱到了 全面要给摄影师夹鸡腿 11月23日 权红蝉又马不停蹄地离开北京 与陈玉希 陈奕文 昌雅妮等 中国游泳队的奥运冠军们 一起来到武汉 参加国家队的赞助商活动 等到忙完这一波 权红蝉就该跟着陈若霖教练 一起踏踏实实地进行东迅了 而2025年 跳水世界杯的赛程也已经公布 明年4月10日 开始加拿大战的比赛 5月份则是北京水立方总决赛 3月份待定 也可能有赛事加入 我们可以看到 全红蝉的身高已经和搭档 陈玉希差不多了 陈玉希已经经历了发育关 她的身高基本停留在1米65 对于一位跳水运动员来说 这已经是值得称赞的身高了 身体修长的陈玉希非常漂亮 全红蝉在发育后 目前来看比陈玉希差不了多少 在某个角度来看 甚至已经和陈玉希一样高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全红蝉的身高应该过了1米6 全红蝉在采访中表示 东迅情况还行吧 恢复的超不多 一二组还能再提高一点 先把动作练好 好好训练提高自己吧 可以看到 全红蝉的采访也越来越成熟了